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譚曉程 來到假期的尾聲 今天隨著偏冬氣流稍微緩和 天色都挺好的 在清水灣看出去都看到挺好的藍天和白雲 而在衛星圖像上面 我們亦可以看到整個廣東的雲量都比較少 而今天在陽光都挺充沛的情況下 大部份地區的最高氣溫都升到上去27、28度 至於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會是這樣的 晚間會是漸轉多雲 而明天的日間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而氣溫方面就會介乎在22至27度左右 而風方面就會吹著和緩的偏東風 明天離岸風勢會是間中清靜 到今個星期的後期天氣就會開始有些變化 在電腦預報圖上面 我們看到偏東氣流將會再度增強 同時受到高空擾動的影響 到時廣東會有機會有幾陣雨 所以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在今個星期的後期都會多一些雲 以及有機會會有幾陣雨 以及風勢都會比較大 到時大家出門後之前 就記得留意著我們最新的天氣預測 今集的天氣就講到這裡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 OK